这是帮助孩子学习押韵的一种有趣方式 您可以说三个字 两个是押韵的 一个不是押韵的 然后问他们哪两个字是押韵的 例如您可以说 妈 好 拿 哪些是押韵的 当孩子说 妈和拿 您可以说 对 妈和拿是押韵的 因为他们以相同的声音结束 或者您可能会说 这些词中有哪些是押韵的 然后孩子可以说 如果孩子遇到麻烦 您可以重复缓慢的清晰的再说出这些单词 您还可以解释 您还可以解释说 他们需要聆听结束音 以听到哪些相同 例如 您可以说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识别押韵的字 识别押韵的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党